Ctrl-C,Ctrl-V Ctrl-C,有沒有 然後呢 先把它Ctrl-V,貼上的話記得喔,你就貼到哪裡,貼到你那個 假設你是一個空的 空的模組,比如這一段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假如你這邊空的,那你就Ctrl-V貼上對不對 那至少還可以執行看看 因為剛剛同學這邊,所以要先有一些資料 執行一下 看有沒有清楚,有啦 然後呢 那你再把這一段,delese 掉 自己再重新來過好了 不過因為我們可能上課時間沒有那麼多,給各位 那麼多時間給各位練習啦 所以怎麼辦呢 你先 如果比較慢一點同學啦,也許有個方法,就是你先貼上 然後呢,先把重要的地方,比如說你剛剛比較不熟的 比較想先知道的,像這個Range 你就試試看 這有沒有,點下去看看 確定有沒有,有了 然後AND 然後呢 後瓜糊 然後這樣子 直接怎麼樣呢,再加一個點RO 比較關鍵的地方先練習好了 好 那跟我同學說,老師那A1跟A2 到底有沒有差別 其實你Ctrl A1 Ctrl向下 跟A2 Ctrl向下 結果是一樣的 那表示你放哪,這兩個都可以 那 至於未來 該放哪裡 你有的時候可能要先自己先 試一下 會有不同的結果啦 所以你可能要先了解 邏輯 這個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輸出那個瓜糊 字串 這個 這個又更 程式又更複雜 那這個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 輸出 那裡面的話大概會有哪一些地方 比較重要的 其實我們 回 頭看剛剛的 第一個就是 我需要有錢瓜糊 找到錢瓜糊的部分 那我是用Find函數 不過在VBA裡面呢 他不是用Find函數 因為VBA跟Excel呢 是另外 一個環境 他兩邊的函數名稱 有部分是一樣的 但是有部分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你不要把它混為壇 你要把它當成一個新的環境 那在那個VBA裡面 他的 尋找函數 名稱不叫Find 他叫INSTR E3 這個E3的函數的話 跟Find函數很像 可是有哪些不一樣 第一個 你的Find函數 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這個參數123 第一個是先找什麼 找錢瓜糊 在哪邊找 然後呢 STAR LUMBER 那 E3呢 他的順序剛好顛倒 先找 從哪邊找 去哪 去哪一個字串找 找什麼東西 剛好跟 Find函數 顛倒了 OK 所以你只要記得啦 顛倒 第二個呢 如果找到的話呢 一樣會告訴你位置 可是如果找不到的話 Find函數會給你一個 EVALUE錯誤 但是如果 INSTR那個函數的話 他找不到 他會丟回來給你一個0 0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OK 所以 他用 找不到是丟回來給你一個0 所以呢 以這樣的邏輯來看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假設我要做一個 剛剛講的這個 按下按鈕自動去抓 裡面的資料的話 所以我這邊撰寫了幾個啦 第一個 其實我是直接把清除這個程序 貼過來 改什麼呢 改名稱 改叫瓜糊自串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中間怎麼樣 加上我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我需要知道前瓜糊的位置 那前瓜糊的位置怎麼抓呢 我需要抓到之後 放在某個變數裡面 所以我這邊 多加了一個變數 叫A 後瓜糊 叫B 就是把抓到的位置放A 放B 然後呢 再多加一個邏輯判斷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就是如果錯誤的話 我們用IFL去判斷 不過在這裡 不是用IFL 我們判斷什麼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我 剛剛有講過啦 如果IN3找不到的話 它會是零 但是我 其實我要 判斷的是什麼 當它什麼時候要去切割那個字串 當它裡面不等於零的時候 那如果等於零會怎麼樣 它就直接跳過 什麼事情也不發生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IFL的寫法是這樣 那因為後面 在下一階段 就是 其實就是 下個禮拜吧 下禮拜會講到邏輯函數 也會再講到這部分 只是說我們先講了一下 那裡面的話 在VBA裡面的邏輯一定是IF 後面是一個邏輯 然後呢一定會有一個ZEN ZEN指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邏輯發生的話 那我做什麼事 就是把資料怎麼樣 利用那個MID的函數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地方VBA裡面的MID函數 他的名稱跟 以色列裡面一模一樣 那 切的資料 特別重要一樣嘛 去哪邊切資料 去A欄裡面抓 所以呢我們直接從 A欄裡面去抓 抓什麼東西呢 抓那個 前 前刮斧的位置加1 有沒有發現 前刮斧位置A嘛 A加1 那再來抓幾個字 就是把 後刮斧的位置 減掉前刮斧的位置 再減1嘛 我就剛剛 一模一樣啊 只是說換一個名稱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把結果怎麼樣 丟回去 給什麼呢 丟回去 到B欄裡面 丟掉的B欄就是 Sales I列的B欄 OK所以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程式寫完了 所以我在 把重點在更貴 第一個 A 有沒有 實際上我剛剛講 In3的函數 剛好他的 參數 就是那個 參數的位置 剛好顛倒 所以 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直接 這個怎麼打 其實 或者你也可以這樣打 VBA 打個開頭 點 有沒有 你打個IN 其實他也會出現 In3 打個VBA指的 就是VBA裡面所有的那個 函數 幫我列出來一下 他幫你列出來 不過 VBA點這個東西 你不打也沒關係啦 你直接打In3 OK 然後呢 我就直接 點選他之後 他會問我幾個問題 所以錢瓜糊 你會發現 其實你打了 前瓜糊之後 後面也會有一些什麼 告訴你要給他什麼資料 他問你說 START 不過 START的前後會有個中瓜糊 表示說 這個參數 沒有給我也沒有關係 OK 有沒有發現 這個這個有沒有 一個中瓜糊嘛 然後呢 瞬一指的是 你要 剛好顛倒 從哪個字 如果我不指定的話 那我就這個跳過 那我先給什麼呢 先給去哪邊找 去 前面這邊找 所以就打一個什麼 Sales 哪一列 I列的 A欄 裡面 幫我找一下 找什麼東西呢 找那個 錢瓜糊 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的話呢 就幫我 傳回來告訴我 他的位置在哪裡 有沒有 這樣就打完了 這個VBA 點啊 如果你不加也沒有關係 這個 OK 那就找到錢瓜糊 後面的話你可以 後瓜糊的寫法 其實就是 把上面複製貼上 改個B 改個 這個後面 改個後瓜糊就可以了 好 再來就邏輯判斷 OK 最後的話 如果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執行看看 這邊執行 清楚嘛 然後 瓜糊字串的話 實際上就是執行 這樣就可以切出來了 那 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 其實 那你們未來 在撰寫VBA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 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在程式撰寫的時候 記得 這個地方 請你務必 一定要做什麼 做縮排 也就是階層 那個階層盡量做 做越清楚越好 FOR回圈 對到NAS 有沒有 IF對到AND IF 裡面又一層 這個地方的話呢 都是按TAB鍵 TAB鍵 讓他做縮排 第二個的話呢 未來呢 盡量 在上面 有沒有 這個1234 這個是我之後寫的 如果說你將來寫完程式之後 回頭 希望能夠有一些線索 有機可 有機可循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寫一些註解 註解的寫法 特別注意 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定是前面一個單引號 單引號開頭的話 後面的東西 就是不執行 不過我的習慣是會在前面加1234 表示說我要執行的那個邏輯的順序大概是什麼 然後面就寫 寫一個大概 不過這個 這個 註解的寫法 裡面 至於寫什麼 那個是由你自己決定的 你寫多寫少都沒關係 你要寫一篇小說在這裡 當然沒有人反對 只是說沒有人這樣寫 只是你要寫的 讓你自己看得懂 如果說你這個程式會給別人使用的話 那你至少要讓別人也看得懂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原理原則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可能比較 冗長一些些 所以我有在那個 雲端上面 也有把這個我剛剛寫的這一段程式 也把它貼上去 所以呢你們可以自己在找 那記得如果你要Ctrl C Ctrl V的話 一定要 一個頭 一個尾 Sub到End Sub 這個是一個區間 你不要說 複製的時候之前有同學是露 露了一個End Sub 沒有尾巴他就沒辦法執行 這是一個原則 那當然如果你動作快速 他的同學啊 你可以從頭再把他自己打一遍 如果你動作比較慢一點的同學 我是建議啦 你乾脆就是重點 先貼 再來改 OK 因為這個如果你一下子 程式要從頭打到尾 沒有錯誤 對於初學者來說 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啦 所以 你衡量一下自己的 這個 衡量一下自己到底 是 先貼上好呢 還是自己從頭打 如果你從頭打OK的話 那我是建議 當然盡可能 如果不行 你就先怎麼樣 從雲端上面 先把我的程式 先拿來貼 拿來先試試看 再來做修改 好 好